三根半叶带着探照灯 穿梭在橡胶园中 刮开树皮采取橡胶乳液 它是在泰国种植橡胶的西蒂姆 西蒂姆从祖父和父亲手中 继承这座橡胶园 不过与多数泰国橡胶园不同的是 西蒂姆遵循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标准 用对环境较友善的方式培育橡胶园 我们还要拆在这里 我们还要拆在这里 不过像西蒂姆这样的农夫还是少数 大部分还是采取 教会破坏环境的传统种植方式 泰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橡胶生产国 橡胶产量占了全球40% 大面积的种植橡胶也造成烂砍烂发 威胁到生态 虽然欧盟日前禁止 会造成森林烂发的橡胶进口 但由于泰国最大的橡胶出口国中国 倒是没有这样禁止 欧盟的禁令难以改变泰国多数胶农 而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 有橡胶的仲介商就在试图说服 更多橡胶农改变种植方式 由于标榜环境友善的橡胶能够卖到更高的价格 越来越多的橡胶农逐渐愿遵征 森林管理委员会的标准改变种植方式 不过也有环保组织认为 并不是这样就能够高枕无忧 尽管对于能否改变泰国的产业生态还有许多疑虑 但像这样一点一滴的寻求改变或许有朝一日 泰国可以达成环境永续性 欢迎新闻徐浩铭众号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